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介绍的电影是猴子 小法的妹妹萌萌 总幻想自己是一只猴子 在家里上餐下跳的 其实萌萌得了一种特殊的病 在给萌萌治疗之前 一家人带着萌萌去了泰国的动物园 萌萌把动物园里的猴子视为同类 从此她更加的淘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萌萌的牙齿掉光了 大人们没有告诉小法妹妹的病情如何 但懂事的她早已察觉 她偷偷要妹妹答应自己永远不分开 然而没过多久 萌萌还是去世了 小法很想念妹妹 但是日子还是得继续 父母经营的滑雪场没有什么生意 家里陷入了经济危机 一天晚上 小法听着一阵响声 是一只猴子跑了进来 他打着手电筒追了出去 树林里有动静 小法叫醒父母 对他们说是妹妹回来了 可父母却不相信他的话 小法取了一点小胶片 猴子果然回来了 两人头对着头 就像小法过去和妹妹常常坐的那样 第二天醒来 父母坐在客厅 一只猴子正在客厅的灯上挡球签 小法非常兴奋 这只猴子把家里搞得翻天覆地 就像萌萌一样 一家人都很欢迎猴子 他们把猴子当成了萌萌一样爱护 萌萌的外婆无意中 发现了猴子的存在 他对一家人把猴子 当作萌萌的行为感到很吃惊 外婆坚持要把猴子送走 小法却说 猴子就是萌萌 外婆只当小法太难过 说得胡话罢了 虽然外婆没能把猴子送走 但他把这件事传了出去 人们都知道了 小法一家有着猴子的事情 大家纷纷上门来看猴子 妈妈淡定地把猴子放出来给大家看 猴子用自己的魅力 闻化了众人 为了缓和家里的经济情况 一家人准备把滑球场后面的那片森林 可以改造成丛林乐园 邻居们也赶来帮助他们 小法一家找来了投资人 本来事情谈得挺顺利的 但是投资人的儿子穆斯出言 调戏小法 还说小法是在自欺欺人 猴子本就不是萌萌 小法恼羞成怒 冲了上去和穆斯打架 打得正激烈的时候 猴子把穆斯的屁股给摇了 小法扯开了猴子 猴子坐在地上十分委屈 扭头便跑开了 大人们都跑出来查看穆斯的伤势 只有小法去找猴子了 投资人非常生气 他们拒绝给丛林乐园出钱了 小法找回猴子之后 一家人决定要好好改造猴子 他们禁止他用手吃饭 也不允许他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猴子逐渐变得郁郁寡欢 为了让猴子开心起来 一家人带猴子回到丛林中 他们偷偷把猴子带到了太国的丛林 让他回到了同伴的身边 死亡其实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 正是死亡也是一种勇气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